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海巡署第十一暗巡队的北门永华守望哨,位在热门景点北门景载角盐田旁,哨所最近重新粉刷白色外观,融入盐田景观,而且是唯一开放游客参观的守望哨,登上顶楼可眺望200年历史的景载角盐田,北门西湖海景,夕阳景观非常漂亮,被游客称赞为最美的哨所。 景载角碗盘盐田是目前仍在生产日晒盐的台湾现存最早的盐田,今年正好设立满200周年历史,白色外观的永华守望哨,赏鸟亭助力盐田一南,北亮侧,是赏景的最佳制高点,为庆祝景载角盐田200周年,原家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在今年双雕艺术季,为景载角盐田创造精神象征。 盐精灵,目前也对外征集景载角落照片,8月底将在景载角举办落照片展,10月14日还有景载角到南昆深县走活动,10月27、28日一年一度的平安盐记将在景载角举办景言,泄言仪式,纪念景载角对台湾燕业发展史的贡献。 第十一暗巡队的北门永华守望少园是灰色建筑外观,配合景载角白色盐田,蓝天白云异象,经重新粉刷白色摆墙加上蓝色条边,融入盐田和戏湖景观。 暗巡队并开放游客入内参观,不过多数游客并不知道有此贴心的服务。 要参观永华少,灯楼眺望盐田和戏湖,游客可向云馆处游气客架群登记即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